好,我们讲球坐标下三重积分的计算 那有些三重积分我们运用球坐标计算比较容易 特别是它的积分区域是一个球 或者球的一部分的时候 那么我们用球坐标计算比较容易 那么首先我们讲什么是球坐标 Sphere coordinates 我们在三维空间中间的每个点 它都有三个坐标 平常的话 我们把这个点如果叫做PXYZ 这个点叫做P 它的坐标是XYZ 那我们现在球坐标 它就是用R Phi和Theta来表示 那么什么是R 什么是Phi 什么是Theta呢 那么R就是圆点到这个点的距离 这个点到圆点的距离 这一段是R 那么Phi是什么呢 Phi是这个 Angle between OPOP and OZ 就是跟Z轴的正向的夹角 这个点到圆点 引一条这个线段 这个线段跟 这个向量 我们记住这个向量 这个向量到Z轴跟Z轴之间的夹角 这个是为Phi 所以Phi是两个向量的夹角 Phi最小值是0 最大值是Phi 两个向量的夹角 我们知道不超过Pi 而Theta是什么呢 Theta是我们把这个点 投影到XYP面上来 我们把这个点记住P一撇 那么然后再从圆点 跟这个P一撇 我们连一条线 那么跟X轴正向的夹角 这个是为Theta 我们直接说是 Angle OOPP and OZ 跟X轴正向的夹角 但是它在平面上 所以它可以转一圈 转一圈 所以这个Theta 我们定义是从0到2π 但是Phi我们的定义 就是0到π 比如说P 如果说P是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是计算这一个角 而不计算那一边 因为这个角 它可以 这个向量 它可以围绕着 围绕着 跟这个角 一样的 它可以转 它不像我们P一撇 这个 O P一撇 这个我们只可以绕着圆点转 在这个平面上绕着圆点转 所以我们定义是这个部分 Theta它的定义是从0到2π 而Phi的定义只有0到π 这是Sphysical Coordinates 它的定义 那么它跟直角坐标系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运用构固定理 我们很容易得到 X是等于Rsin Phi Cos Theta Y等于Rsin Phi 3Theta 和Z等于R Cos Phi 而我们本身R是等于 所以刚好下X平方加上Y平方加上Z平方 这是它们之间的关系 至于Phi和Theta 我们算是可以不管它 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推导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那对 三重积分 我们怎么样把它换成三重积分 用Sphysical Coordinates来算 这里我就不再去详细的去推导 如果是这样的三重积分 F Y Z D V 我们首先把它写成是 V 这是F X就换成R Sin Phi Cos Theta Y就换成R SinPhi Sin Theta Z就换成R Cos Phi 然后DV 但是DV 等于什么呢 我们最后我要换成D R D Zeta D Phi D R Dphi Dtheta 或者是什么的 那么DV 它本身是什么呢 本身应该是 写成这是R 平方 SinPhi 然后是D R Dphi Dtheta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不再去详细去推导 那我们记住就是 它前面多了R平方SinPhi 所以我们三重积分 DV F F Y DV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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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R平方DV是R平方SinPhi 然后D R D Phi D SinPhi 我们要记着在球坐标是这样子 我就不去推导啊 如果你想推导 想知道它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可以参考有关的这个 教材 至于upper limit和lower limit 我们怎么样去找呢 我们就用这个definition来算就可以了 我们用definition 用它的definition来算 我们就是我们通过 我们 Draw array from origin and across 这个region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 那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ray 我们 嗯 通 就是 在整个区域里面摆动 那我们 最后看到的上下线 跟 上下线就看 嗯 最远的 最近的 远点最远的 最近的 就是我们的 R R 然后 跟这种夹角最大最小就是我们phi 然后 它的投影在xy上的图影 我们最小的角和最大的角就是θ 那我们来看一下立体 我们先看一下一个简单的立体 呃 v 这是x平方加上y平方加z平方 dv v v 我们v是一个球体 x平方加上y平方加z平方等于1 那我们去算它的上下线 这是球体了 那既然是球体其实最好用的就是我们的球坐标 那我们 是球体的话最好用的是球坐标 是为什么呢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r rphi和θ 我们 从远点出发以一条射线 啊 那我们知道射线 在穿过这个区域 那么 这个区域里面 穿过这个区域 离远点最近的 最近的点 不管 不管是哪个方向 我们离远点最近的点 始终是0 所以说 r的下线 是0 上线是1 因为这个球 最远离远点最近的点 都是这个球面 那这个球面 是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等于1 我们知道 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就是r 那么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等于1 就是r等于1 所以r的上线是1 那么phi呢 phi我们说是跟z轴的夹角 最大和最小 那我们 我们 看到 在这个区域里面 那么跟z轴夹角最小的不就是跟z轴重合吗 跟z轴夹角最大的不就是z轴的反方向吗 所以phi实际上就是0到pi 那么θ θ 就是0到2pi 因为投影的区域是这个 这是我们投影区域 投影区域包含了圆点 所以你绕一圈 是0到2pi 这样的话 所以 这样的话我们计算就特别简单 因为所有的上下线都是常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球座表 而球座表最好的应用的方式就是最好应用的范围就是我们的球体或者球体的一部分 那么给出了上下线以后 这是x平方加上y平方加z平方 dv就会变成什么呢 θ是从0到2pi phi是从0到pi r是从0到1 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那么正好是r平方 而dv就是r平方 sinephi 然后是 dr dphi d θ 这样的话 就变得相当的简单了 0到2pi 0到pi 我们先积分r 那么就是 sin phi乘上 5分之1r的5次方 从0到1 dphi dθ 那么就变成 5分之1 0到2pi 0到pi 然后是sinphi dphi dθ 再积分phi 就是负的cosphi 然后从0到pi dθ 那么负的cosphi 0到pi 带上下线进去 带pi进去是-1 带0进去是1 所以是 1 减上 负1 所以是2 所以是5分之2 然后θ θ是从0到2pi 所以是5分之4pi 这是这个积分 如果积分区域是球体或者球体的一部分 那我们就发现它的 计算是很简单的 比我们直接用直角坐标计算简单多了 因为用直角坐标计算 我们还要把这个球面分成上下两半部分 那我们 第二个我们也找算一下 算一下体积吧 find the volume of the solid v 当地的obup by 在它的上面是 x平方加上y平方加上z平方 等于16 and below 这个下方 是 z 等于根号下 x平方加上y平方 那我们要知道 它的上方和下方 是什么东西 上方是球面 下方是一个 追面 这是z等于根号下 x平方加y平方 我们知道这个是 surface revolution 那 z等于根号下 x平方加y平方 所以它是追面的一部分 上 只有正的部分 它相当于是z等于y 绕着z轴旋转得到的 这个我们在 讲revolution 那一块 我们就讲过了 它是旋转的 然后它的上下半部分是这个 但是它的上半部分是球面 那么 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球面 相当于像一个冰淇淋 那我们 怎么样用球作标去计算 因为它上面这部分是球嘛 是球面嘛 所以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个球面的一部分 整个球的一部分 整个球的一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 既然区域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怎么样用 r phi 和θ 来表 把这个区域表示出来 那我们知道 从原点引一条射线 从原点引一条射线 引一条射线 那么当然说最大的部分是 它最斜的部分 超过边界的部分 在边界的部分 那么就是跟这个追面是平行嘛 那我们可以知道 最小的r是什么 最小的r 因为我们原点 是包含在这个区域里面 所以最小的r r我们说是 到原点的距离嘛 你不管 不管是 你区域的点在什么地方 你从原点出发 那原点本身在这个区域里面 所以r最小的是0 因为你原点在区域里面 最大的是到这个球面上 这个球面是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等于16 也就是说这个相当于是r平方等于16 所以最大的就是r等于4 那么phi 我们怎么样去算 phi我们知道最小的 最小的 那就是直接跟z轴重合嘛 所以它是0 但是最大的是什么呢 最大的phi就是 到了这个边 到了这个边界什么 这是最大的phi 最大的phi是 是到了这个边界 这个边界的 跟z轴的夹角到底是多少呢 因为我们知道 z等于根号下x平方加上y平方 是相当于是z等于y z等于y 或者z等于x reeloach 它把它旋转by z axis 那么这个 这个跟z轴的夹角 z等于y 我们旋转面跟z轴的夹角 它是不变的 所以z等于y 就相当于是 phi 它的夹角 z等于y 跟z轴的夹角 就是4分之π嘛 那么你旋转以后 这个夹角是不变的 所以phi最大的是4分之π 那我们 现在知道θ要怎么算呢 θ我们就是把它投影下来 投影到xy平面来 投影到xy平面 那因为我们这个 是绕z轴旋转的 所以 它最大的部分 最大的部分 突影下来 就正好是一个圆嘛 正好是一个圆 这个圆又包含的圆点 所以它是0到2π 这个这个圆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都可以不管 当然我们也可以 我们可以算得出来 它是等于多少 实际上算出来 这个 因为这是两个 两个曲面的交线 我们把第2个曲面 z等于根号下x平方加y平方 带到第1个里面去 就变成2x平方加2y平方等于16 也就是说它是实际上是x平方加y平方等于8 那我们可以算得出来 好 那我们以现在我们得到了 这三个变量的 这三个变量的 这三个变量的upper limit和lower limit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体积 体积就是1的积分嘛 1的积分 θ是从0到2π phi是从0到4分之π r是从0到4 然后 然后dv dv dv是r平方 3φ 然后dr dφ dθ 0到2π 0到4分之π 我们把r积分出来 就是3分之1r的立方 这是从0到4 然后从3φ dφ dθ 我们 把它们带进去 就是3分之64 我们把这一部分拿出来 3分之64 然后是 0到2π 0到4分之π 3φ 然后dφ dθ 好 3分之64 0到2π 3φ 积分出来 负的cos φ 是从0到4分之π 然后dθ 好 3分之64 那么负的cos φ 带上下线进去 up limit和lower limit 带4分之π 是2分之根号2 带1进去是 带0进去是1 所以是 1减去 2分之根号2 因为它前面有个负号 然后 θ 积分出来就是θ 0到2π 所以是 3分之 我们把2分之1写出来 就是6分之 128π 再乘上2 再乘上2减上根号2 6分之128 8 所以结果实际上我们更简化一点就是 3分之64 2减根号2 盘 这是我们计算机 计算体积 用求坐标的计算体积 我们最后看一个 我们 evaluate 这样的一个积分 这样的积分 他直接给出了吗 是-2到2 直角坐标下计算 -的根号下 4-x平方 到根号下 4-x平方 然后是从0 到根号下 4-x平方 -y平方 然后 z的平方 开根号 x平方 加y平方 加z平方 dz dy dx 这个我们直接用直角坐标下 我们计算是 没办法 因为这个我们根本不好算 这个我们算 antity derivative 特别的麻烦 但是我们 我们看到贝极函数是 里面是x平方 加y平方 加z平方 而 区域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球 是球的一部分 因为z是从0到根号下 4-x平方 -y平方 是实际上是一个上半球面 z等于根号下 4-x平方 -y平方 4-x平方 -y平方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 x平方 加y平方 加z平方 等于4 但是它是上半球面 所以它结果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 z本身就是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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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是4-x平方 刚好下4-x平方 和负的4-x平方 正好是 图影下去的 这个圆 一个是上半圆 对 y来说 这是上半圆 上半圆和下半圆 这个 这个正好对应着 z等于 x等于2和 -2 就正好是这样的一个区域 正好是 上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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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可以把它用 这个球坐标直接来算 r r r phi θ 那么这是球面 那么r 直接就是从0到2 phi 它是上半球面 所以phi是从0到2分之π 因为我们 跟 穿过这个区域 我们 z轴最小的夹角 就是 0 因为它就直接跟z 就 重合 那么最大的夹角 因为这个只是上半球面 所以最大的夹角就是 我们区域是这个样子 那么 我们穿过这个区域 那么最大的 就是在xy平面上 xy平面上的任何线 跟z轴的夹角都是2分之π 所以 phi 这是phi的 phi的上下线 phi的上下线 是从0到2分之π 那么θ 因为我们投影的区域 就实际上就是这个圆 这个圆 包含了圆点 所以θ就是从0到2π 那这样一来的话 这就简单了 所以 我们 原本的这个 负的 负2到2 负的根号下 4-x平方 到根号下 4-x平方 然后从0到根号下 4-x平方 -a平方 z的平方 根号下 x平方 加y平方 加上z平方 dz dx dx 这实际上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了θ 是从0到2π rphi是从0到2π r是从0到2 那么倍极函数是这个 倍极函数 那么z是r平方 cosθ 那么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是r平方 开根的根号正好是r dx dy dz 就是等于d 这个是dv 那么dv 本身是r平方 sin phi 然后 dr dphi d θ 我们先把r积分出来 这是r平方 r三次方 r五次方 所以是 我们先把这个写到cosθ平方 sinθ 然后再 这是r的五次方 所以是r六分之一 r的六次方 从0到2 然后dphi dθ 我们把六分之一 r六次方 我们可以 放到外面来 就是六分之六十四 上下线带进去 带2进去 r的六次方 是64 带0进去是0 0到2π 0到2π 然后 cosθ平方 sinθ dph 我们直接在这里 这令u等于cosθ 就可以了 那么sinθ就是负的du 那么 是六分之六十四 然后负的三分之一 cosθ的三次方 这是从0到2π 还有0到2π 这是dθ cosθ 带2π进去是0 带0进去是1 所以是 3分之1 所以就是 18分之64 然后再乘上θ θ θ是从0到2π 9分之3是2 9分之64 π 所以结果是9分之64 这时我们利用球坐标 我们要知道球坐标 我们最适合的范围就是 球或者球体的一部分 我们运用这个球坐标计算比较方便 进行 今天 就这样 就需要 等会儿 Entre 我就 接着 一样 谢谢观看